好 看现在有十几个同学回来了 非常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是讲历史故事 咱们接下来现在讲历史故事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春秋 我们看了一个乐器 等我一下 我要把那个乐器拿给你们看一下 等我一下 Metro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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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萨,我要拿那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上节课我们学了很多的古代的乐器 然后呢,我家里正好有一个乐器 我从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 看到这个了吗 看到 记忆力真不错 这个呢是一个泥制的一个气 上面有很多眼看到没有很多眼 然后这些眼呢我们用手摁住 然后我们吹的时候 我不会吹我吹不出声音来 古代是可以把它吹出声音来的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眼 这个是用土做的有点像个陶器 上面有个大眼吹的 然后呢这个熏呢大家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猜一猜 几千年 对几千年 这个熏呢是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应该是七千年多 那时候就发从地上有发掘出来 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皇帝燕帝那个时代 还属于我们的那个石器时代的那个后期 那这个熏呢最早开始做的时候是干什么呢 为什么会做成这个 这个吹的那时候 是用来那个就是那个下野兽的 有模仿野兽的叫声 所以呢当时就做了这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已经吹不出来了 那个古代做的东西 差不多是我们这个乐器中间最老的一个了 但是你看我看过那个他出土的东西 跟这个很像很像的 都是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精美 漂亮 好 那然后呢 那个今天讲历史 还回到咱们这个春秋战国 今天可能咱们讲几个重要的人物 以及重要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故事 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呢 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跟你们现在可能上小学不太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的话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我大概到我那个学校 大概我要走路大概要35分钟吧 35到40分钟 还是比较远的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 那个马路上也没有什么车 也没有什么坏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不需要父母陪伴 我们都是自己走过去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手机 当然更没有这个电视 互联网 电脑 我应该连电视也没有 我记得我有电视 应该是快上中学了 也没有电视 那收音家里也没有收音机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 在我的那个住的那个楼下 有一个 我父亲在那边上学的一个 就是那种 我们叫技工学校 就是大人们学习技术的地方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喇叭 那个大喇叭呢 就是每到那个中午1点钟的时候呢 就是1点大概到1点半 1点35分 会放那个很多历史的这个小说 像什么三国演义 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三国演义啊 像什么杨家将啊 岳飞传啊 那些书我都有 我是从中国拿回 看过吗 看过吗 我看过 太好了 我那时候也是啊 有水浒传啊 有那个 我记着还有那个隋唐演义啊 隋唐演义 都是中国历史的哈 不过那是小说 然后呢 就那个 每天的就有半个小时 就在那个大喇叭里 那个就是播放嘛 然后就特别喜欢听 然后本来呢 我说1点钟我要出门 出门之后呢 我走到学校去一点 大概1点半多 35分钟 然后一大概1点45上课啊 然后呢 中午的时候嘛 因为我们中午那时候家长都在午休在睡觉 然后我就 但我去听 那又舍不得嘛 所以每天都要听完 然后我去听的时候呢 就到楼下去 然后在一个大树底下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些孩子们都在那边听 然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些什么这些水浒传啊 所有人都听完 听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往学校跑啊 然后那个那个 因为原来半个小时要走到的 我们现在只有15分钟了 就拼命的跑啊 然后一边跑一边路上 大家还交流啊 这个这个到底是谁 我们听到这些人物里面 谁最厉害啊 有这个这个观云长 青龙咽乐刀 对吧 赤兔马 对吧 这个这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 然后过五官斩六将 有说到这个 呃 杨家将啊 那个杨六郎 一把金枪 对吧 那个打的这个辽国 这个温风丧胆 然后说到这个月月云 就月飞的儿子月云 对吧 两把那个铁锤 超过300斤重 武的丰丰的 打那个金锅 温风丧胆 那个时候就是 主要的娱乐就在这边 所以因此学了很多的这种历史故事 其实我发觉那个时候也挺高兴的 因为那个时候不像你们现在 就是有这个电脑啊 有手机 有互联网 有电视啊 但那个时候呢 这个没有这些东西呢 就有很多时间去玩别的 我们一放学大概三点多钟 三点多钟吧 我们大概三点钟放学 放学呢 因为家长呢 就父母呢 差不多六点钟下班嘛 所以还有大概两个多小时时间 我们就会在那个操场上 就是疯玩啊 各种各样的游戏啊 那其中呢 我们也玩那种 一个一种叫画片游戏 就是大家比来比去的 那画片上呢 都是有一些这种古代的这些英雄人物 比方说武松啊 鲁之深啊 这是水浒传里的人物 有这个杨家将里的人物 有隋唐演义的人物 像什么李元霸 第一条好汉李元霸 像什么裴元庆啊 这些都是武艺特别高强啊 还有武虎上将 三国演义的这个吕布 赵云 关羽 张飞啊 你们有些可能都听说过 那这些人物呢 我们就互相比来比去啊 看谁哪个人物呢 厉害 然后大家互相要说一下啊 那我们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那种 嗯 还有些小人出摊 你知道就是那些漫画书了 然后呢 也很便宜 就是如果不想那个去打球啊 或者说去玩那个捉迷藏游戏啊 就去看看漫画书 那差不多呢 那个六点钟呢 就家长们才陆陆续续 那个在这个街上啊 在这个路上 你才会看到这些大人的身影啊 就是开始往家走啊 这个时候我们也得也赶紧赶紧收拾收拾就往家跑啊 因为要做家庭作业了啊 大人回来了 然后要吃晚饭了啊 那在我们在我那个时候的记忆里头啊 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头是什么呢 就是我感觉那个父母啊 就大人们好像都是被那个一早 每天早白天晚上就被关起来了 关在那个工作的那个大院子里头啊 直到那个六点钟才放出来啊 那为什么把他们关起来呢 是因为那个呃 这些时间是我们这个世界属于我们这个这些 小孩子的 属于我们孩子的 是我们的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的玩耍啊 那等他们放出来之后我们就不太自由了啊 啊 然后那个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世界 那个时候的世界是这么一个世界啊 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头啊 就是小学是非常的呃 小时候那个时光是非常快乐的啊 整天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头这个这个这个风跑 现在都不太一样啊 那但是现在看看想 诶呃 那个时代呢 没有这些电子设备哈 稍微有一点点就那个大喇叭 呃 生活也挺好的 那也有这个很多的快乐啊 那现在的这个你们有你们的快乐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快乐 那咱们古代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快乐 其实你仔细看哈 这个过了这个几千年 呃 也不是说变化有那么大啊 那个古代的人他们的生活中间哈 他们吃的东西跟我们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呃 他们那个就是说小孩子呢 也很快乐 呃 也上学 呃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跟我们现在的人想法其实不是很大 我们现在呢 主要就是科技有一些进步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了车 有了飞机 啊 或者有了互联网啊 那这些科技进步 但是呢 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呢 还有我们的快乐呢 呃 变化不是很大 所以今天呢 就是要介绍几个人物哈 有些人物呢 就是等于说 他对这个历史影响不是很大的 但有些人物呢 就对历史影响很大的 我们现在呢 都还记着的 那影响不大的呢 呃 你像我们 讲到那个春秋有几个霸主啊 像这个齐桓公啊 晋文公啊 楚庄王啊 这些人呢 叫霸主 我们叫大班长 但这些大班长呢 嗯 他们在当时呢 是很有很有这个名气哈 也很有这个威士哈 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哈 有称霸哈 带着这个 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其他国家呢 到处去征战啊 维护秩序啊 可是他们呢 这也就是一时 因为他们死了之后呢 呃 国家也就衰落下去了 后来呢 经过历史这个变迁呢 他的国家也灭亡了 所以虽然他当时很风光呢 可是对于这个后世来说的话 呃 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呢 他们不算是就是说 呃 很有名的 就是说 应该说不算是这种啊 我们呃 呃 就是说在历史上说影响很大的一些人物哈 那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呢 在春秋战国有很多哈 呃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属于那种非常政治的人 然后呢 又非常有知识的人 呃 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言行呢 和这个知识呢 呃 影响了这个后人影响了这个历史啊 那其中呢 就是说 是 谁要说话 好 那我们来 我今天有三个人物哈 第一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哈 第一个人物是 孔子啊 孔子呢是 大家都知道 一会儿大家帮我介绍一下孔子故事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孔子呢有一个点啊 大家可能说 孔子是生于公元前 五五一年 就离现在差不多是两千 五百多年的 九月公历的九月十八号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把那个时候已经把一个人的这个生日哈 都能够在两千多年一根生日都能够记得这么清楚了哈 那这是孔子呢 恐怕是唯一的一个 因为我们也不孔子的老师是周公啊 周公比他早几百年 但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周公的具体的这个 呃 出生的这个年月日了哈 但是孔子呢 我们记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孔子的这个生日我们记得这么清楚呢 是因为孔子的呃影响非常大 然后呢 他的世世代代呢 都有人跟他学习 所以就把他的事情呢 就记得特别的清楚 那孔子大家都很熟悉哈 那你们听过孔子故事的人可以谁愿意随便说几个就是说说说说几个啊什么孔子的故事啊 呃 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不知道好 我们先下我们先说一下孔子哈 我们都知道孔子很有名啊 你们读的你们很多人背过这个论语啊 知道这个论语是孔子写的啊 不是孔子写的 是孔子的说说的话和他的这个言行是被弟子记录下来的 你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同学背这个弟子归 那我们大家知道弟子归呢 那就是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 而亲人 学有余力 有余力 则学文 那这句话呢 就是出自论语 也就是出自于孔子说的这个话 那么根据这句话呢 我们后来到了清朝编了这个弟子归 所以呢 孔子呢 被咱们后代的人称为老师中的老师 也就是说我们学的很多东西啊 我们中国人啊 你要是跟你的爸爸妈妈聊天 或者是说跟一些其他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着说着呢 用了一个成语或者一句话 就有可能是孔子在2500年前说的 比方说我们最常用的这种学而实习之 对吧 或者那个有朋自远方来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 那这些呢都是孔子当时说的 那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怎么样长大的呢 那就今天给大家稍微的这个讲一讲 我们孔子呢 其实他的童年呢 比我们要怎么说呢 不幸福的多 孔子的这个祖先呢 是一个国家叫宋朝 宋朝的贵族 对 那个同学刚才回答对 他是宋朝的贵族 所以他们家的一开始呢 是蛮有地位 蛮有钱的 但那个是孔子之前了 好几百年的事了 后来呢 这个宋朝呢 宋国呢 就慢慢的就发生了很多的这种战乱 发生很多战乱之后呢 因为他们这贵族之间互相打仗 所以呢 他的这个应该是爷爷一辈吧 再往上一辈呢 就逃出了宋国 逃出了宋国之后 搬到哪里去了呢 就搬到了鲁国 那搬到鲁国之后呢 他就不再是贵族了 到鲁国了嘛 鲁国当然 鲁国有鲁国的贵族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不普通通的 我们叫做室 什么叫室这个阶层呢 就是帮这些贵族们呢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也算是这个 这个贵族这个 这个群体里的 但是最低层的 他们没有什么这种土地 也没有什么收入 要帮贵族去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去打仗啊 或者去帮他们管一下这些田地啊 寄一些账啊 这些事情呢 来换取一份收入的这样一些人 那孔子的父亲呢 叫书良和 对没错 书良和 那书良和呢 就是非常武艺高强的一个人 据说他有一米九几高 孔子也有一米九几高 都是能够打篮球的啊 孔子很高的啊 当然没有姚明那么高了 但是一米九几就可以打篮球了 他的爸爸呢 孔子的书良和呢 也是个子很高 身体非常的强 没有篮球啊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篮球了 然后呢 据说他爸爸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呢 那个城门 那个铁门下来 爸爸用尖把他扛住啊 就让那个部队能够顺利的进去 对你刚才说的特别对 那这个呢 只是说明呢 其实说明他的到孔子的父亲那个时代呢 他们其实要生活已经要非常不容易了 非常的艰难 那这个书良和呢 他呢 结婚之后呢 也是很希望有这个儿子 因为在古代 儿子是非常重要的啊 但是他生了大概有八九个女儿 都没有儿子 所以后来呢 就是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呢 有一点残疾 就是孔子的哥哥 他那个腿有点残疾啊 所以呢 书良和也很着急 后来呢 他找了另外一个这个妻子叫炎正寨 就这个妻子呢 就是孔子的母亲 那孔子的母亲呢 找到之后呢 两个人就生了孔子 因为是生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名里面有一个秋字啊 所以他就把它叫孔秋 也有人说孔子这个脑袋中间有一个坑 所以叫孔秋啊 不管怎么说呢 可能是根据地名更可好一点 就叫孔秋 所以呢孔子呢 生下来呢 就姓孔明秋啊 就是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可是孔子生下来之后呢 那个书良和带着他的妻子呢 就搬到了那个鲁国的都城附近 就屈府附近呢 那时候鲁国的都城在山东的屈府啊 就去居住 那居住呢 可是呢书良和呢 那个时候年纪很大 六十多岁了 所以他没几年呢 孔子很小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所以就剩下了孔子的母亲呢 这个岩氏呢 跟这个孔子一起呢 就相依为命 所以呢 孔子自己说啊 他回忆他自己的时候 他小时候的时候呢 因为家庭比较穷困 所以呢 他需要干很多的活 一个是帮他母亲去干 另外一个呢 在外头呢 他要去干很多的活 那因为你想一想 在当时的话就是 他们有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对吧 所以只能去要干很多活嘛 像那母亲要风风补补啊 然后呢 孔子呢 等于说稍微懂事一点呢 就要去 去做一些这种 简单的农活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活 但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呢 那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当时呢 那个他们也还算是 这个贵族的这个 这个群体里头 所以当时呢 就是那个鲁国呢 因为是周公的 那个后代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教育的风呢 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学校 让学生呢 能够去读书 而且并没有收取费用 所以孔子呢 就有机会呢 还是去学习 然后他的母亲呢 也非常好 虽然生活这么辛苦呢 还是呢 就是让孩子呢 希望孩子能够学习 多学一些知识 多学知识干什么呢 将来能够对吧 能够去当官 能够去从政 能够有一份这个稳定的收入 所以呢 还是送孔子去学习 所以孔子很小呢 他一边有着这种 一边帮家里料理家务 一边干一些这种 粗动的活 然后呢 他呢 就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那他小的时候呢 也喜欢玩 但他玩的跟我们不一样 那个书上记载 他玩什么呢 他是把那些 一些东西 好像豆子啊 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祭祀用的东西 玩起来 在一起玩什么呢 玩那个 像什么祭祀啊 国君祭祀啊 等等之类的 这样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想想也很正常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他书上学来的东西 他进到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呢 很多是在 我们叫国君的祭祀用的那些庙里头 所以他经常会看到有人祭祀 所以都会学习 也不光是孔子会学习 其实当时的小孩子都会去学这些东西 在小的时候 很多小孩子会在一起 就是我知道在那个像宋朝明朝的时候 他们喜欢玩的游戏就是重状元的游戏 就是模仿就是有一个人重了状元 然后八台大轿抬着 然后回去大家在旁边欢迎 旁边在大家在旁边下跪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嘛 那孔子呢 在在鲁国的时候 他小时候他就看到很多的这种祭祀 这种祭祀的场景 这种礼仪 所以他就把它当作游戏 在这里玩 所以孔子的小时候呢 我感觉呢也还是蛮快乐的 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但是孔子呢 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他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 他学习 学习学习呢 到了他这个长大一点了 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志向 这个志向呢 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我们到十五六岁的时候 可能还在想着怎么样玩呢 那孔子呢 他就说我这一辈子呢 要学习怎么样 这个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能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社会呢 给社会有所贡献 这是孔子的一个想法 他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那个是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为什么叫圣人呢 那当时孔子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 就是那个大家知道 就是那个国家与国家之间打来打去的 然后孔子呢 那些贵族们呢 很多贵族呢 因此就没有了土地 像孔子一样就变成了这个平民 孔子看到这个情况呢 特别的着急 他为什么着急呢 他说哎呀 万一这些文化 我学到的这些好东西 我读的这些书 以后的人再读不到 怎么办 一打仗 你打进来把它烧了 我打进来把它烧了 那怎么办 孔子就想这个问题 那时候孔子自己还吃不饱饭呢 他就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这就是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讲 环境太好 人就会比较舒服 但环境如果比较艰苦呢 人就往往有志向 孔子呢 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很艰苦 所以呢 他呢 就在这种监控下就有一种 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志向 然后呢 他呢 年轻的时候呢 就一边呢 那个就是去谋生 他去管过那个牛羊 然后去管过这个仓库 他都做得非常好 还去帮人赶过车 啊等等 反正什么样的工作 他都做过啊 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不断的去学习 他把这些知识 把这些东西都记在脑子里头 干什么呢 他要想办法呢 一个呢 就是看看我这些知识 能不能帮助现在的这个国家治理 有机会做得更好 另外一个呢 我能不能把这些知识呢 传递下去 好 那孔子呢 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辛辛苦苦的坐着 结果他因为不断的学习 他慢慢就有名气了 大家都觉得 啊这个孔子啊 特别有知识 是不是天生就这么聪明啊 啊就很多人呢 周围的人都说 哦我们我们 我们这个乡里面 除了孔子 是不是天生就这么聪明 怎么有这么多知识啊 那孔子说不是的 我就是喜欢学习 我什么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 我都端着本书 在看 我在想 然后我看到别人呢 讲一个东西呢 特别有知识 我就跟他学 啊 别人做一件好事 我也跟他学 乡里面有些人有德性 我都跟他学 孔子呢 这个人呢 就是特别能学习 他说这一辈子 最喜欢就是学习了 当然因为学习呢 有志就名气 所以就很多人 来跟他学习 这些呢 也都是一些 没有什么收入的人 就是比较穷的人 像子路啊 子路算是比较有钱的 像其他 像延回啊 这些都是很穷的 但是跟他慢慢在一起学习呢 孔子呢 孔子呢就说 哎 想到了一点 就是我要通过教书 把这些我学的东西呢 交给尽可能多的人 让他们呢 能够再交给他们的学生 这样一代一代交下去 这个知识不就会传递下 就不怕失传了吗 而且我要交给这些普通人 交给那些贵族 贵族一打仗灭族了 那我交给这些普通人 我交给他们 所以孔子呢 就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 那孔子教的东西呢 就教大家 在家里面怎么做一个 好儿子 好女儿 尊敬父母 孝敬父母 然后兄弟姐妹之间呢 互相的爱护 然后出去之后呢 对待别人呢 有一种就是爱心 然后呢 有一种尊敬 有一种礼节 那孔子为什么要教这个呢 因为孔子看到 当时的这个社会啊 乱来乱去 就是因为大家不学这个 打来打去 斗来斗去 都为自己 孔子说我把这个东西呢 交下去 慢慢的传递下去 总会有效果的 那孔子就有这个信心啊 他说我交下去 孔子不知道自己 2000年之后会成为圣人 他就是觉得自己 学了这个东西要交下去 那他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呢 他因为他也想 就在当时那个社会呢 有所能够当一个官 然后能够把他的这个理想呢 能够实行一下 那他所以他也有几年呢 是当了这个官 在鲁国啊 当了这个50多岁的时候吧 当了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县长 还当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当于是这种副总理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算是很大的官了 那做了三年呢 做得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在鲁国呢 地上如果掉一块 100块钱都没有人去捡的 我们叫陆布实宜啊 国家非常非常的好 对 但是很可惜呢 那个因为他国家管理的好 另外一个国家 他旁边那个邻居叫齐国 齐国呢就开始担心了 这个齐国担心之后呢 齐国呢就派人呢 送了很多的美女给这个鲁国的国君 还有这个季氏 你说的特别对 然后呢 这个季氏和鲁国的国君呢 觉得这样的生活挺美 可以享受这个东西 然后呢就对孔子那一套说 孔子你老叫我们做一个有德行的人物 不想做 所以呢 他们就不理孔子了 结果孔子就只好很伤心 就到别的国家去 看看能不能去 有的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 结果他孔子这一走呢 就是14年 从54岁到68岁 在外面流浪了14年 那但是呢 他的弟子们都 很多弟子都跟着他一起流浪 那么孔子呢 一边的在外头 就是各个国家呢 这个这个这个转呢 一边呢继续呢 去教他的主张 有谁举手了 举手同学可以说话 刚才有一个举手的 要说话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继续说哈 那 那他呢 就是在这个路上呢 他就继续的就是教他的学生 那孔子呢 因为在外头这个流浪 去了很多的国家 所以呢 这中间呢 遇到了很多的这种危险的事情 也有很多的这个围攻啊 或者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 想把他杀死啊 然后都非常非常危险 但是孔子呢 一点都不在乎 他呢觉得自己呢 就是一定就是在 无论在任何的这种环境下 都要想办法把 咱们中国这个历史啊 我跟大家现在已经讲了 从皇帝到孔子的时候 从皇帝到孔子 已经有2500年了 然后孔子到现在 也有2500年了 对不对 孔子说前面这2500年的历史 谁把它传递下去 谁把它整理出来 只有我来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特别尊敬孔子 不是因为孔子说了什么话 好像特别好听 或者孔子的诗作的缺点 是因为孔子这个精神 孔子一个平民老百姓 他就有这样的伟大的志向 说我要把中国2500年的 文化 我之前的两天要把它总结了 然后再把它传递下去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 我们为什么现在的人特别尊敬孔子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化 却有非常巨大的好处 我们要尊敬这样的人 我们中国人特别尊敬这种人 有这种伟大的这种无私精神的人 孔子到了60多岁 大概68岁的时候 终于又回到了鲁国 这个时候他就专心的教学 教了很多的学生 最多的时候传说他有3000学生 其中有名的有70多个 这些学生 有2个 对72个你说的没72闲人 然后孔子是68岁回去 72岁就去世了 所以大概也就四五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 然后可是他的弟子们到各地去讲学 然后大家知道有本书叫《论语》对不对 《论语》不是孔子写的 你们现在背的《论语》 但是你们在背论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份亲切感 因为这个就是孔子的 徒弟做的 徒弟做的他的言行 他们把孔子讲的话记下来 孔子的思想 对 思想说得太大了 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孔子日常讲的话 孔子日常他的行为 他的这种行为 孔子和别人交流沟通的这些事情 他的弟子们就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后面的人能够学习孔子的做人 所以这个《论语》特别了不起 是他几百个弟子 是他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 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内一点一点写出来的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论语》其中任何一个作者是谁 都是默默无闻的人 他们都是学他的老师的老师 学孔子的 就是我的名字不重要 但是我要把文化传下去 好 那所以说呢 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 你看 孔子的弟子的弟子 然后弟子再传给弟子 弟子再传给弟子 弟子再传给弟子 这一传传了多久 传了很久 对 当然传了很久了 你们现在不也在学吗 对吧 你们也在笨论语吗 还在往下传呢 还不知道要传 两千多年了 对 两千五百年 还在往下传 还不知道要传多年 所以呢 孔子 我们把他叫做什么呢 叫做 孔子不知道 怪 没有关系啊 孔子不知道没有关系啊 他根本就不在乎啊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要做这个事情 他很快乐啊 孔子呢 你们要是读论语就会发现 孔子是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一点点啊 这种好处啊 忧愁过啊 什么之类的 他他想的都是这些 这些 这些 长远的事情 所以孔子是特别快乐的 你们读论语啊 以后我给你们讲 论语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了 孔子可以说是最快乐最快乐的人的 他没有什么忧愁的啊 每天唱歌 然后呢 跟弟子一起作诗 然后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都三四天没吃饭了 他还在那里面弹琴唱歌 然后给弟子上课 别人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可是对孔子来说呢 这些东西根本影响不到他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所以呢 孔子呢 的思想啊 他的言行呢 这2500年 这么多年 到现在我们还就学习 然后每一个中国人 只要是中国人 你们要是将来回中国 你随便一个中国人 你问一句话 比方你问他 你知不知道学而时惜之啊 我可以告诉你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你会有个人忘记的 所以我们把孔子叫做 中国人的老师 所有中国人的老师 这是一个人物 我们看下一个人物 好 还有一个人物呢 叫莫子 莫子你们有人知道吗 莫子可能是个东西 我觉得 不是个东西 是个人 是个有名的人呢 对 我听说过我不知道 对 莫子啊 跟孔子呢 又不太一样 莫子跟孔子呢 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 比孔子稍微年轻一些 他这个词叫莫子 他有个莫子 什么意思呢 莫子跟孔子不一样 莫子呢 他呢 是不是贵族 他是什么人呢 他好像是一个手工业者 就是他相当于是个技师 是做东西的 然后呢 这个莫子是什么意思呢 他并不是姓莫 这个为什么叫他莫子呢 有可能是什么呢 古代那个人 如果犯了错误 比方被抓回来之后 会在这个地方 用那个刀啊 用那个针呢 刻上字 用那个莫 站上莫 刻上这个一个字 比方说你是一个罪犯 就刻在这 那个水浒传里 有一个武松 武松这个地方就刻了个字 因为武松犯了罪嘛 所以呢 莫子呢 有可能是叫莫子 就是因为他是受过这样的刑的 脸上有刺字的 所以叫他莫子 那所以说莫子呢 跟孔子不一样 莫子呢 是属于那个 我们叫劳动人民这个阶层啊 但是呢 他在这个 一边做这种工作当中呢 或做这种手工当中呢 他也学了很多的东西 他也非常爱学习 然后就自己学习 然后呢 看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莫子呢 和孔子呢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莫子呢 他特别的热爱和平 他呢 孔子呢 是讲究人与人间的亲爱 但莫子是说呢 不光是要人与人间的亲爱 要全天下的人 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父母 不管他是不是我的朋友 哪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都应该一样的去爱他 然后呢 国家与国家之间呢 是不能打仗的 一定要非常的和平 所以莫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所以我叫他最热爱和平的人 那这个莫子呢 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学说 总结了一下 叫做莫家学说 所以我们有孔子 就叫儒家学说 莫子呢 叫莫家学说 莫子呢 他呢 为了就是说实践他的理想 因为他就是说 全天下人都要爱啊 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 他穿的是最破的衣服 然后呢 穿着这个 吃的是最差的粮食 但是呢 他呢 带领他的弟子呢 去尽可能的去帮助所有的人 就是比方说一个人 哪怕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但这个人有困难了 他们跑去就去帮助 然后呢 他们的弟子呢 因为他们都是那个 就是那些技师啊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才能 他们造了很多守城的器具 如果有一个小的国家 遭到了大国侵略 比方说楚国呢 有一次想侵略 应该是宋国吧 然后呢 他们就 莫子就去到楚国说 你如果侵略 宋 楚国的话 宋国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为什么不会成功呢 因为我的弟子在那边守着那个城呢 而且我知道怎么样 让你攻不下来 所以楚国呢 就派他那个 那个那个 一个一个 工程的一个技师 叫公书班 就跟莫子呢 在那个桌上就 互相一个攻 一个守 结果呢 用了很重的方法呢 最后都还是莫子胜了 所以呢 楚国后来就放弃了 这个攻击宋国的 这样一个想法 那他们呢 去保卫一个国家呢 只是因为不想让那个国家的人民受到了攻击 然后呢 就愿意去保卫他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个莫子的思想呢 也影响非常非常大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大家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啊 或者有没有听说过武侠小说 没有 没有听说过武侠小说啊 中国古代有那种 叫做武侠 什么意思呢 就是特别有 有意气的 就是别人 路上遇到了别人有 有苦难啊 有什么东西 都愿意去帮助的 这样的一些人啊 在古代啊 有很多这样的人物 像水浒传里也有这样的人物 就是什么 这种有意气的这样的人物 这些人物呢 都是受莫子的影响 所以莫子呢 对于咱们中国这个古代啊 就是这种 一个这种一种 叫什么叫做这种意义啊 这样一个东西呢 它影响是非常非常广的 那他呢 最大的这个影响呢 就是他提出一个理想的 兼爱非公 就是全天下的人物都要爱 然后呢 我呢 一定要想办法实现世界和平 好 那他的后来呢 这个孔子和莫子 孔子的学说 和莫子的学说 对咱们后代呢 就影响是特别特别大了 后代我们到了战国呢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学说 很多都是受到 孔子和莫子的影响啊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物 也非常非常伟大 那你看这个人物也是一样 他也是 没有什么权势和财富的 他只是有一颗发自 这个内心的要去 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别人的这样一个心啊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特点 就特别尊重这样的人 好 有问题吗 莫子什么死 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他应该也就是这个 后来年纪大了 然后老死的 他跟孔子的年龄差不多 对 好 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个人物 这个是比他们更晚一点 叫战国的时期的一个人物 叫屈原 屈原听说过吗 没有 粽子吃过没有 吃过粽子 我屈原 我还听说过屈原 屈原 而且他还掉浆 他跳浆 他死的人 一直为他跳进了浆里 好的 对 说得非常对 Ryan你举手 你想说什么 不想去 不让你一看 Ryan你举手 你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没有 直接说 听过 刚才已经回答的时候 有跳浆 有粽子 大家知道端午节 对不对 端午节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吃粽子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我们要去 那个湖上去划什么 划那个船那个叫龙舟 还记得吗 龙舟 划龙舟 划龙舟 这些都跟咱们这个人物 战国这个人物叫屈原有关系 那我们屈原是楚国的一个贵族 非常非常有 才能 写的诗 写的特别的好 然后呢 他呢 就是一直呢 就是忠心耿耿的呢 帮助这个楚王 那个时候叫楚怀王 然后呢 怎么样让这个楚国呢 更加的强大 可是呢 他呢 这个人呢 非常的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清高啊 就是 就是不为 就是不为自己着想啊 他不为自己着想呢 别人看不出来 有些人呢 就在那个楚怀王 和楚怀王的儿子那边造谣 就说屈原呢 就是怎么怎么不好 然后屈原呢 又又说话也很直 老是劝那个楚王呢 就说你 你要这样做 那样做是不对的 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结果那个楚王啊 就楚怀王的儿子 我忘了应该是楚乡王吧 就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给 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就叫密罗江边 然后呢 屈原呢 在密罗江边就很伤心呢 他就写了 写了很多诗 那这个诗呢 就后来合在一起呢 就叫离骚 离骚呢 就是一种 抒发自己 这种忧愁的 这样一篇文章 那为什么说 他特别的伟大呢 是因为呢 在这之前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诗经 对不对 那诗经里头 写了很多诗 对吧 有些人也读过 观观居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但是那里面的人呢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名字 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 那屈原写的这个诗呢 写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也知道 作者是谁 而且他的诗呢 写了之后呢 后来的很多人 都学着他写诗 所以呢 屈原呢 是大家公认的 中国最早的 记名的 有自己著作的 这样一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 他的诗呢 影响了我们 后来到现在为止 其中像路漫漫 其修远西 吾江上下而求索 这样的非常的有名的诗句 我们现在呢 都还是不断的拿来唱诵的 那屈原呢 也是一样 就是我刚才介绍这三个人物 都是流传千古 到现在大家都还怀念的人物 那屈原呢 他你看到没有 他也是不贪恋这个权势 不贪恋钱财 然后呢 只是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社会好 那虽然后来他很不得志 那到时候 后来呢 就是因为那个楚王呢 不听他的 不听他的什么呢 被秦国派兵 把楚国的都城给攻破了 然后楚王呢 被迫带着自己的这个王室 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去完呢 在很远的地方 听到之后特别伤心 伤心之后他就跳江了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去帮到楚国 那么他就跳江了 他是个文学家嘛 他很有激情 他就跳江了 那跳江了之后呢 那老百姓呢 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因为我们中国人 就特别尊敬这些人 不是说因为这个人 有什么权势 或者成就了什么 在他活着的时候 成就什么大的事业尊敬 是因为他的人品尊敬他 那我们呢 为了当地老百姓 为了防止那个鱼呢 吃他的尸体 然后呢 就会就扔下很多的这种米团子 这个米团子 后来就变成了粽子 那我们会划这个笼舟 那笼舟呢 会有很响的这个鼓声 传说呢 也是因为 那个为了让那个把那个鱼吓跑 不要让那个鱼呢 去吃这个屈原的这个尸体 那这些呢 都是一种传说 但这种传说呢 代表一种良好的愿望 就是我们对这个人 这个屈原 这个世人的一个尊敬 当然也流传下来 两个很好的习俗 一个习俗就是我们端午节吃粽子 那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呢 你们下次吃粽子的时候 你们要一定要跟屈原 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啊 两千多年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啊 我是因为有了屈原 所以我现在能够吃到这样一个传统的食物 叫做粽子啊 那我们华龙舟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记住啊 这个华龙舟呢 我们也是为了纪念屈原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啊 那我们将来长大了之后呢 那些像孔子一样有这样的志向啊 就是去利益他人物这样一个志向啊 这样呢 才能够就是就是说世世代代文人所记啊 好 今天这一讲啊 这时间就到了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课就到这里啊 哎呦 看一下啊 45分啊 对46分 超过了一分钟啊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就还是下周二啊 那我们同学们再见 好不好 同学们再见 再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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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老师